一天,Lukas来到了他的第一堂课 这是一间充满历史气息的教室 墙上挂满了古老的书画 桌椅陈设朴实无华 他感受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 心中不由地升起激动 坐在一旁的小明是他的同学 他友善地向Lukas打招呼 你好,我是小明,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我是Lukas,也很高兴认识你 Lukas微笑着回答道 老师走进教室,思想地面带微笑 他开始介绍这门课程的内容 让学生们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Lukas专心致志地听着努力记笔记 今天我们要讨论中国古代诗词 老师说道,请大家打开课本 我们一起来读一首堂诗 Lukas散开课本看到了一首陌生的汉字 他心想,这是什么? 怎么读? 老师,我不太懂这些词 Lukas有些犹豫地说道 没关系,Lukas,慢慢来 老师耐心地回答道 让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 老师耐心地为Lukas讲解汉字的发音和诗句的含义 他细心地聆听着 努力理解着这些新奇的文字和文化 哦,原来如此 Lukas恍然大悟 这些诗句有着深刻的意境和美丽的意思 是的,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之一 老师鼓励地笑了笑 慢慢来,你会越来越熟悉的 Lukas感到了一丝成就感 也更加渴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 课程进行到了交流环节 老师鼓励学生们分享自己的看法 Lukas虽然有些害羞 但还是鼓起勇气 分享了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 Lukas,你的见解很独特,很有深度 老师赞许地点了点头 每个人对诗词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谢谢老师 Lukas欣喜地笑了笑 感到了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课堂结束时 Lukas感到充实而愉悦 他明白了 学习不同文化,需要耐心和努力 但也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 走出教室 他跟小明和其他同学 一起讨论着今天的课程 互相交流着自己的见解和感受 他们在校园中漫步 谈笑风生 分享着属于他们的学习和成长的旅程 对Lukas来说 那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不仅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古代文化 更是他融入新环境 结识新朋友的开始 这堂课不仅教会了他知识 更是培养了他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好奇心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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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